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 12月14日礼拜三的第二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最新的国际局势 有两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消息 在今个月9日 中印边境再度爆发严重的肢体冲突 中印双方的军队 在位于印度东北部的阿努纳克尔邦达旺地区 即是中国称之为的藏南地区 爆发了严重冲突 而根据印度国防部指出 双方的军队都有人员受伤 而印度的媒体就报道说 印军是成功击退了解放军的 第二个消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上个礼拜出席了 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 会后的联合声明就提及到三个 具有主权争议的倒序 引发出伊朗方面的严重不满 当地的媒体纷纷是赞写 社论文章回应 而其中一家媒体 更加就在头版 以台独系合法权利作为反击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议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中印边境 再度爆发冲突的情况 其实距离上一次的大爆发 已经有两年半的时间沉寂了下来 现在又再打过 但都用冷兵器的 而在网络风传的影片当中 更加显示出 部分解放军 直接是赤手空拳 有部分印军 持着狼牙棒 无论如何都好 其实双方的军队 都尽量将冲突规模 保持在一个可防可控的状态 对上一次打得这么厉害 死了二三十个士兵 都没有进一步升级 今次更加不会 因为今次没有人死的 有人受伤而已 网络流传的影片 就显示什么呢 画面就是从印军那边去拍摄的 可能就是有些随军的人员 来拍片 画面就显示 在一处山坡的地方 一条峭墙的道路上 就有几百个军人在互偶 部份人就是拿着一些棍棒状的物体 近距离来去互搏 印度的士兵呢 就猛力地击退了 试图跨越控制线的解放军 部分的军人呢 边打就边喊 又说要打他们的头 把他们赶走 这些录音出来就是普通话的 应该就是解放军那边在那里 發豪司令 打他老美 那样 这个我加下去而已 老实说就是 打来打去都打不出什么样 反正到最后 老解就是撤退了 那我们看看究竟 印度的媒体如何报道 现场有消息就说 超过三百名的中国士兵 和大约一百五十名的印度士兵 是参与了这一场冲突 最终的结果是怎样呢 大约是有一百名的中国士兵受伤 其中十二人更加是被印军俘虜了 后来呢 就无条件获释的 而受伤的印度士兵呢 就不到二十人 那很明显就不够抽了 三百友打百五友 即是二比一的 那你都输了 而且十二友就是被俘虜 那后来就放回 即是不想再搞下去了 印度方面都不想和你糾纏 那报道呢 最后就说 爆发冲突的原因 就是双方互相指控对方越界 但是呢 其实 双方到最后呢 都是希望事件降温的 那这个看得出 如果不是 就不会无条件释放这些战俘 那我们先看看 印度的版本是怎样说的 即是双方互相指控对方越界的时候 印度国防部长申格就说 大陆的解放军就试图是越过实际的控制线 单方面这样侵扰了边境的现状 他表示啊 由于印度军事指挥官的及时干预 解放军士兵是被赶回了自己的阵地 事件呢 已经在外交层面上 得到了妥善的处理了 新格还补充说 实际双方的士兵呢 都有在小规模的冲突里面受伤的 但是呢 就没有任何印度士兵是受到重伤 那是不是暗示着有些老解受重伤呢 不出奇啊 要不然怎会被人俘虏呢 那其实根据网路上流传的那些影片 那些解放军的军人 全部都戴上口罩的 在一个这么高海拔的地方 来到去做肢体冲突 无论你拿着棍棒 狼牙棒也好 拿着那些压叉也好 或者是埋身肉搏 互相嘔打也好 你戴着口罩肯定是虚却的嘛 哪有得赢啊 印军就一个都不戴口罩 呼吸起码暢顺些 你就是戴着口罩 上气不接下气 打到埋身肉搏 是他们真的 黏住来到去打的 吐不了气 已经死了 或者撕住你的鼻子 可以不可以 你死不死 戴着口罩 全部人都 那么害怕新冠 最终就输了 好了 印度方面的说法就是 大陆那边越界 大陆那边的说法又怎样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说 据中方的了解 中印目前的边境局势 总体平稳 双方一直都是通过外交 和军事的渠道 就着涉边问题 保持着暢通的沟通 即是当没什么 中国解放军西部战区 对于冲突也作出了回应 他们就说 边防部队12月9日 在实际控制线的中方一侧 组织例行巡逻的时候 遭到了印军非法越善难了 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龙少华提到 我军应对处置专业 规范有力 尽控现地局势 目前中印双方已经是脱离接触了 因为打完 被人击退了 但是双方互相都说 你又越善他又越善 但是实际上究竟是哪一边越善呢 其实就没有足够的讯息 来到去判断得到的 但是如果我们从结果来到去推论回头的时候 由于有印度的媒体就说 印军是赢了老解的 还俘虜了12人 如果真的像大陆那样说 是印军越善 侵扰大陆一侧的边境 那真是很没面子 印军越善然后打赢你 还俘虜了12人 然后还要放回 就是走来搞事 又成功侵扰了你 那讲不讲得通呢 我觉得不是很讲得通的 如果你说印军越善 另外还有印度的媒体指出 今次这个冲突的渡火线是什么呢 就是大陆军方发现 印军在他们的控制线范围里面 一处海拔5100公尺的山头 建立了一个哨站 新的哨站来的 大陆军方发现了之后 就派了大约300人去拆除了它 印军又派遣了三到五个年 的兵力进行阻栏 于是乎爆发了这场冲突 如果是这个说法的话 我就觉得合理很多了 走去想拆哨站 然后拆不到 于是乎被人赶扯 这样才是合理的 对方的结果就是说 三百打百五都不够打 就是因为你在别人的地步那里 辱人 至于今次的中印边境冲突 其实呢 爆发了四天之后 在昨天就是12月13日 才有消息流出 而那条消息就是一条影片来的 在Twitter那里传开了 中国方面当然一早知情 因为军方是会报备的 印度方面也都知情的 但是似乎呢 只包不住火 结果呢 就扬了开去 但是无论如何都好 其实就足以反映出 中印双方都不想在这个事件里面 火上加油的 尤其是大陆 如果大陆是想借题发挥的 是要大做文章的 官媒神祖就已经是大喊仇感了 鬼咬感口了 就没有了 已经是管控好分歧了 保持着畅通的沟通 中印双方脱离接触了 就是没有冲突下去了 就是轻描淡舍的 大家看到 印度方面也是 他们没有第一天走出来 敲锣打鼓 说爆发了冲突 加了四天才流出了在媒体那里 所以其实双方都不想 搞大它 因为暂时目前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就算搞大它 搞得多大 大不大得过2020年6月那次呢 更何况就是 大陆现在都没有什么足够的土壤 或者是氛围 来到去搞这些 民族主义情绪的发酵 疫情都爆到七彩 每个人都想着 抢年花清瘟 抢退消药 哪有空 还走去微博 噴口水 你这些山长水远的边境冲突 所以我想这件事 暂时都会告一段落的 不过我们会持续跟进下去 好了 跟着下去 我们来看看 另外一件消息了 习近平在上个星期就到访了沙特阿拉伯 出席了中国海外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 会后的联合声明呢 就拉兴了伊朗 伊朗官方呢 那个反应其实就相对软弱的 而伊朗的民间和那些媒体人呢 的反应就很激烈了 今次就轮到伊朗的民族主义情绪发作 搞到人家炸刑 在个报纸头条那里呢 写到明说台独是合法权利 哎呀死了 那实际那份联合声明是有什么问题呢 那份联合声明呢就讲到 双方的领导人呢 是重新支持所有和平努力 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倡议和努力 通过双边的谈判 按照国际法的原则 和平解决 大通报 小通报 和阿布莫萨等 三个倒序的问题 并且根据国际合法性 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份的声明呢 就涉及到 沙地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 这个敏感地带 就是三个 倒序的主权争 那其实很小个倒来的 那事源在1971年的时候 英军从中东地区撤出 那当时的伊朗军队 马上就是徽军 实际佔领了这三座倒序 那阿联邮呢 就积极反对的 就宣称这三座倒序的主权 是属于阿联邮的 而在1980年的时候 阿联邮曾经 将这三座倒序的主权争 提交去联合国进行裁决 但是伊朗就说 他们拥有这三座倒序的主权 不需要参与讨论了 那目前呢 这三座的倒序 仍然是由伊朗实际控制 和管理 伊军至今仍然 都部署在这三座的倒序上 还找了几千名平民 去到当地最大的倒序 阿布木杀岛定居 找人去居住 那当然在阿联邮的眼中 就觉得你找人去 其实是殖民 好了 伊朗方面为什么会勒兴呢 就是因为伊朗就认为 喂 这三座倒序 就是属于伊朗的领土完整问题 中国就不应该在 海峡会峰会之后的声明里面 提及到这三座倒序的议题 他们就认为干涉了伊朗方面的内政 不应该说的 这些东西是 拿了出来说 其实这个所谓海峡会 大家可以见到 大陆就是积极来拉拢 这六个位于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半岛上的 海峡会有哪六个成员国 除了大陆之外 沙特阿拉伯 科威特 巴林 卡塔尔 阿联游 和阿曼 其实 在这六个国家里面 除了巴林之外 绝大部分 都是 是 信尼派佔多的 就算在巴林 虽然 在民众里面 十业派佔多些人 但是 掌权的那些就是信尼派 故此 其实六个国家 都是 信尼派的管治者 那 变了来说 全部都同声同气 从这件事 也可以反映出 其实中国在拉拢阿拉伯国家的进程上 是太过进取了 一来 又大量来到去签订单 想人家用人民币结算石油 和天然气 但是人家当然不肯 二来 在封会联合声明里面 提及到这些东西 他竟然间是没有提出异议的 其实大陆是对于这些所谓主权争的问题 极度的敏感 因为牵涉到台湾议题 人家一定拿这些东西来诈刑 他自己都知道 但是他都没有这个险 走去 同意了这份联合声明 如果大陆不同意的话 就不会写进去的 伊朗国内的情况是怎样呢 可以说是群情洶涌 其中一份的报章 叫做Armond Daily 他们在12月11日的报纸头版 就写着台独系合法权利 报道里面说到 中国持续强力压制台湾人民 宣告独立的权利 他们还说台湾的民意调查显示 大部分的台湾民众 都是反对中国方面所提出来的一国两制 但是 报道最后的结论就说 中国是别无选择的了 只能够是接受台独的了 中国的铁血盟友伊朗 竟然间有一些报纸 写上一些那么大逆不道的标题 那就惹到大陆生虾地跳了 不过大陆没有反应的 因为他们知道 今次真的拈着了伊朗的民族主义情绪 另一份伊朗媒体的头版就写到 我们为什么对中国感到悲观呢 然后就附上了一张照片 就是近日那些大陆民众反风控 走上街头的抗议照片 下面的小标题就说 中国政府是否听到抗议者的心声呢 其实有另外几家的日报的头版 分别都是以负面和悲观的不足 来到去讨论中国的 比如说伊朗同胞报的报道就说 中国对伊朗的态度转变了 习近平访问沙地阿拉伯期间 签署的峰会联合声明 是传达出反伊朗的信息 另一份伊朗改革派的报纸 头版就以中国对抗伊朗作为一个大标题 国民信心报就写到 中国在中东有什么计划呢 下面就充满着对中国的诧疑 另一份伊朗日报就说 标题写着 中国对伊朗发出了不友善的信息 就足以反映出伊朗民间对于大陆的负面情绪 是非常之强烈的 在12月11日 伊朗外交部长阿布·杜拉·希安 就在Twitter上发表帖文 他就用波斯文来发言 写着阿布·穆萨、小通报和大通报这三座堡 倒序是伊朗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是我们祖国永恒财产的一部分 那些显示用字和大陆的差不多 一休之落 但是由于他在这个声明当中 并没有提及到中国 没有点名批评中国 而且只是用到波斯文来发言 那伊朗民间很多人是打他 其实后来伊朗外交部又用中文、英文和波斯文再说一次 他也是屈服于民间的压力 另外 很多的伊朗评论人就批评 伊朗外交部没有好像对待西方国家那样 公开宣布要召见中国的大使 以表示抗议和强烈谴责 那纯粹就说 会和一个中国的外交部官员见面 来到去反映所谓的强烈不满 即是说 认为他们的高度未算高 你要召见他 强烈谴责他 那才可以顺得一条气 那实际你说他有没有召见呢 那实际我翻查过 俄通社的报导 德国之音的报导 都是说 跟中国大使举行了会面 就是跟伊朗外交部 亚洲和大洋洲事务师负责人见面的 而在这个会议上面 伊方是表达出 对伊朗领土完整性的问题 列入声明里的强烈不满 那这个是会面来的 就不是召见他 那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你和他会面 就是大家都还是 平起平坐客客气气的 召见他就不同了 召见他就是说 你有一个重要的议题 要马上向他反映的 有些重要的讯息是要告诉他 那你会面就是 那个层次就低一些 那好了 为什么伊朗官方的态度 会那么软弱呢 那原来 在去年的时候 中国和伊朗 才刚刚线签署了一份 有效期长达25年的 双边合作协议 就是因为这样 伊朗就要抓紧就命 投鼠忌器 又是基于利益 来到低头 那其实又难怪伊朗国内的民众 是这么大反应的 因为他们唯一可以 宣洩情绪的渠道 就是民族主义情绪發作 官方对着示威者 就用这么重型 甚至乎 刚刚有报道就说 那个伊朗球员 就是踢世界杯那个 曾经在球场上 那边为示威者发声的 是遭到判死刑的 真可憐 那是国家队的门将来的 那你对着示威者 就用重型 严刑进发 你对着中国 就脚软的 那你说那些人怎么服 还不借一些耳朵来试他吗 那实际你说 当中有多少真真正正是民族主义情绪 有多少是借商成毒来去发作呢 那我估计两样混合起来都有的 但是不多不少就是有一些 对于政权不满的情绪 他就借着这个议题来去发泄出来 好,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